龙鱼岛上 尘光细微 钟红玉从闭关室内走出 对着朝霞惬意地伸了个懒腰 开始拿起扫帚打扫落叶与灰尘 养鱼场内 头发全白 老太龙中的钟奇 笑呵呵地拿着一桶鱼石 喂养清玉鲤鱼 灵药谷中 夏侯尊吆喝着一个个玲农 开始辛勤地劳作 他们都没有发现昨夜的变故 似乎晚上并未有杰修来攻打龙鱼岛一般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由于三阶大阵的特性 方希实际上直接将那些杰修收入魔狱之中 然后任凭内部打得天翻地覆 外界也没有一丝一毫的察觉 这便是禁断大阵的恐怖之处 若不是方希想活动一下手脚 甚至不需要露面 仅仅凭借阵法本身的威能 就能轻易将这一伙节修玩弄致死 龙鱼岛禁地 妖魔树下 方希呲牙咧嘴 望着一尊尊被毁坏小半的二阶傀儡 开始着手修理 替换损毁部位 哎 这天狼孝悦大阵我只是研究了一半 如今纵然令妖兽当人柱一般占着施法 反噬也太强了一点呢 这并非移动阵法 只是半移动法阵 优点是方便布置 缺点就是妖兽必须站桩 一旦移动 阵法就有崩溃的风险 还有 阵旗与阵盘也不够牢固 最好用三阶材料 否则用不了几次就会损坏 零食也最好换成上品的 我上拿找上品零食去 这一次制造的天狼孝悦大阵 勉强能算准三阶级数 即使用个两三次就会报废 也已经很不错了 将上一批次的二阶傀儡处理完毕之后 方希又看向一直站在旁边 宛若行尸走肉的另外一批木傀儡 这批木傀儡一个个却胳膊断腿 为首的两人赫然是助击初期境界 正是昨夜被他拿下的节修一伙 虽然在准三阶级数的天狼一击之下 一个个却胳膊少腿 死相十分恐怖 但对于木傀儡而言 这些都不是问题 至于实在死得太惨太细碎的家伙 就被方希直接当作肥料 埋在妖魔树下了 他望着这两个住积极的木傀儡 忽然指着其中一个 面无表情的中年大汉直接上前一步 双手掐绝 嘴里吐出一枚白色的珠子 这珠子只有龙眼大小 周围萦绕着一层如梦似幻的雾气 不断向外散发出白萌萌的光线 显然也是一箭一宝 等到方希拿走此珠之后 此人面皮一阵蠕动 竟然变成了一个求然怒目 相貌威猛 他还十分熟悉的大汉 力雷 他看了一眼 倒并不惊讶 只是自言自语道 这凌空岛果然风水不好 天刻铸鸡啊 于灵子 严家老祖 如今又轮到这力雷了 才几年功夫啊 下次我若看谁不爽 不妨把凌空岛送给他 或许能有奇效也说不准 力雷吐出的珠子 方希没有用双手去拿 直接神识一扫 再用法力纪念一番 就有一篇信息浮现而出 乃是瓷宝自带的操作口诀 圣楼珠 传闻有圣龙之鼠 最擅长操纵圣气 制造幻术 纵然修饰都能迷惑 此圣楼珠取自一头数百年功力的圣辈之中 修饰祭炼之后 可以遮掩容貌 与自身法力气息 对我而言 我有五神变化与百幻术 似乎重复了呀 更何况 本人形势一向光明磊落 没什么仇家 方希感慨一声 将慎楼珠小心收好 放入储物袋中 速速 妖魔术抖动着 垂落下一条条气根 将一句句傀儡掉起 方希盘坐于妖魔术下 开始今日的长生术修行 一道道碧绿的草木之气 通过气根连接 进入它背后的妖魔术刺青之中 又经过一遍纯化手续 才流转全身 上一次桃花岛种树之时 以木法身受到妖魔术本能影响 进度都是虚的 这一次才算真正领略其艰难 但我不及不徐 反正寿源漫长 可以继续消耗 方希内史之中 发掘自身青木灵体之上 代表着以木法身的银色撰文 已经完成大半 不由暗自点头 按照这种速度 最多十来年左右 便可成就以木法身了 在此之前 搞不好我会先突破至助击后期 并且 这一次修炼之中 他感觉妖魔术的反馈十分强烈 毕竟埋了一位助击中期 还有几个炼器后期 圆满地修饰当树肥 又增加不少寿源 也不知道 若是将那个似乎身怀草木类灵体的刘三七埋了 能给我带来多少反馈 不过 人家并未与我为敌 这样不好 两久之后 方希起身 感受着身躯中传来的勃勃生机 不由露出满意的笑容 长青阁 方希走出妖魔术禁地 静自找到钟红玉 岛主大人 钟红玉有些心虚的行礼 腿肚子都在发颤 以为自己跟夏侯迎说 悄悄话被方希发现 还不知道要怎么惩罚自己 如今修炼如何了 可有什么问题 玄音公 我虽然懂得不多 但还有一位筑基好友 你不要错过机会 不懂得我可以写信 帮你问问 方希表情十分和蔼 问了钟红玉许多问题 玄天宗家大业大 或许每年都能收到 不少特殊灵根的弟子 但他可不一样 难得遇见一粒空灵根 自然需要好好研究一番 实际上 灵根品阶才最重要 下品的五行灵根不如下品一灵根 但下品一灵根 也比不过中品的五行灵根 方希问了几个问题 知道钟红玉在闪空树 颇有成就之后 立即来了兴趣 给我演示一番 是 钟红玉来到长青阁前的空地上 双手掐绝 嘴里念念有词 下一刻 一层银白色的光辉 就将他整个人包裹 继而 宛若穿梭 虚空一般 他原本急冲的身形 消失不见 闪烁出十数米远 呼呼 这一次闪空树施展下来 我的法力 就要消耗一两成 钟红玉略微喘气 额头上 也有了些香焊 闪空树 纵然修炼至大成境界 也不过一次 闪烁百米之远 助击修士 操纵灵气 一次攻击就到了 法力可以慢慢积蓄雄厚 但练成此数 日后自保绰绰有余了 方兮倒是挺满意的 让钟红玉上前 伸出洁白的浩腕 搭了两根手指上去 一层助击法力 顿时沿着钟红玉的经脉蔓延 随之而来的 还有神识 钟红玉耳朵后面都修红了 毕竟 这种任凭修士法力探查的事情 简直丝毫避现 比被人看光身子 还要羞耻数分 若是自行成长起来的散修 碰见这种查探隐私之事 都是要立即翻脸 不死不休的 奈何钟红玉从小就被方兮这么干 早就习惯了 如今也只是略微羞涩而已 果然 还是参悟不透啊 方熙心中叹息一声 面上却和缓数分 又指点了几句钟红玉的修炼 还赏赐了一张木刀符下去 等到钟红玉行礼退下 他才若有所思 修士的灵体十分隐蔽 外人根本难以发掘 灵根也是如此 纵然如同我这般输入法力 一寸寸的探查 还是没有感觉此女 跟寻常修士有何不同 不过这也是正常 若空灵根真是个宝贝 玄天宗早就过来讨要了 而实际上 空灵根 血灵根等异灵根 虽然出现极少 但玄天宗寻灵时 每隔一段时间总能找到 甚至若缺少合适功法 道徒都不如五行灵根 与风雷冰等一灵根顺遂 并且 纵然杰丹老祖 也没从这些空灵根 血灵根身上研究出什么东西 久而久之 也就没几个人当回事了 方兮毕竟身怀 诸天宝剑 对于虚空之力极有兴趣 这才将钟红玉收到身边 支持着修炼 只是他日夜观摩 也无法参悟空灵根的神意之处 甚至论所得 还不如他参悟三阶阵法的 挪移虚空所带来的感悟呢 不过 我能在三阶阵法一道之上 进展顺利 或许也有日夜参悟 诸天宝剑 与空灵根的缘故 虽然 方兮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参悟出了什么东西 但隐隐有所感觉 在思考三阶阵法 挪移虚空的禁止之时 就是比以往似乎要容易一些 也更加容易灵光一闪而突破 如今 炼气期的钟红玉 对我好像没什么用啊 要不 支持他铸鸡 我再在旁边观摩 修士突破大境界之时 是最容易暴露根基的时候 如果到时候 能再细微地观察 或许能有所收获 方兮摸着自己的下巴 暗自沉思 以他如今的身家 扶住一位六十大线之前的 修士突破铸鸡 倒也不是多重的负担 大不了等到 其炼气圆满之后 直接将那一道黑风煞气赏赐给钟红玉 此女毕竟是中品灵根 获得一件铸鸡灵物之后 还是有那么一点把握突破至铸鸡期的 纵然失败了 方兮也不会心疼什么 主红玉 骑身达菜